OpEN AI最近祭出了大杀器 叫做SORA掀起了整个影音的大革命 上一次为您示范过了 我们这一次再用一段非常简单的指令 就能生成最多达60秒的影片 比如说我现在希望有一位 能够穿着时尚的手女 走在刚下过雨的东京街头 能够这么明确的生成这样的影片吗 好 当然在这一次还没有开放给一般人使用 但是影片就长成这个样子 穿着时尚的手女走在下过雨 有没有看到地上 还有一些倒映的光辉 然后走在东京街头 是不是还非常的精准 还不一定 因为如果你仔细看后面的日文字 不是写得非常的对 但是至少高清至少指令非常的明确 金正老师我们要请您上台来了 如果SORA是目前影音的大杀器 哪一些的概念股 接下来将会大爆发 那么我要帮明看加油了 各位看到 那么网通股过去走得很慢 那么有一段时间大家会觉得说 网通股大家都觉得很好 但是好像就是买了来抱着 但是现在有SORA这个事情 来引爆的时候 网通甚至网通更前端的光通讯 最近矽光子很强 所以今天连光通讯一起涨上来 会让大家觉得说非常的兴奋 特别是 各位我本来这个不是写这个主题 我昨天晚上改了 为什么呢 中国昨天晚上突然发了个报告 它说SORA会带动光通讯 跟他们自己本身的光板块 第一个它一定会大幅的带动 所谓AI的一个算力 第二个其实中国大陆最大的目标在这里 星链光通网信跟800G消贩器 按照中国 各位我这边给各位一个数字就好了 那么每一年成长25% 在两年之前稍微停顿 因为中国大陆经济变得不好 所以这个时候显然 他们对于这一方面的想法 我认为大家可以在市场上面 还没有去注意到的时候 可以开始来做一个留意 况且我们现在的光通讯 本来就很强 所以我这边要跟大家讲一件事 有的时候你宁可在天龙族群里面 找老妖 未必要在地虎国里面 去找老大 对不对 在台北市大安区买一个套房 可能比其他在山上买一个大房子还要好 光通讯转换的原理是什么呢 来我们来先来谈一下光通讯 就是刚才提到的 其实明海刚才也提到的 现在以中国大陆这么大的话 第一个它要有基地台 就是FWA里面的情况 那么它在这里面 每一个那么要对上三个一个 三对的光纤 那么经过这个所谓光纤 光缆交接箱之后把它发射出去 那么甚至后面包含有六对的 有三对的 不断不断的来做一个重复 所以未来在光纤来讲的话 它会使得这些光讯的一个传输的速度 会变得非常的快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 你想做AI 没有这么快的光通讯 怎么做 我想我最简单的一件事 各位想想看刚才那段影片 他可能已经搜寻了可能几万笔的资料 然后把它汇集成这样的一个情况的 所以各位看我们一张深层图 一张深层图要用掉957支手机的电 你就知道说 哇这个比挖矿还靠电 所以刚才那张图表 我们刚才帮你算过 137.8万支手机的电 哇这个很恐怖 有人说一个这个微软的厂 他所用的一个微软的部门用的 是丹麦17万人用一个礼拜的电 在这样的背景之下 台湾厂商的优势在哪里 台湾厂商的优势 我们来看一下 这次我认为 大家可能忽略一件事 也是因为今天 各位可能看到一档股 要3363的上权涨停满 可是说他营收不好 可是回头去想想看一件事 我刚才说 那么我们第一个先看到 刘德英先生现在去了熊本场 各位怎么发觉一件事 吴田育先生怎么会突然间提到一件事 矽光子成为CPO CPO其实是共同封装 所以其实CPO跟矽光子 并不是同样一件事 是用矽光子来做这个共同封装的时候 他说五到十年之内会成为主流 他甚至还另外讲一句话说 台湾将会成为矽光子 最大的一个岛屿 那里面当然第一个 日月光行之有年 他人才众多 不像刚才英戴尔说 你会做 说不定别人不见人会做 那我们台湾有的最棒的 叫刘德英 台经理论事长 四十年前的博士论文 他四十年前还有年轻 他就是以所谓的摩尔定律 每十八个月 那么电晶体增加一倍 到了二代米三代米的时候 做不下去了 所以必须要用什么方法 做封测 把这些晶片 那么做薄薄的往下跌 不然再切也切不下去 往上来做一个堆叠的动作 所以现在大家常常提到 这个3D堆叠 那么这里面 假如要让这个讯号 能够更好的话 就要用矽光子的讯号 那么刘德英先生 不但做了这个 还做了美国贝尔实验室的主任 所以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请他回来了 这个人现在在台湾 那魏泽嘉先生也讲说 矽光子我们早就准备好 准备好几年了 果然前天 刘德英董事长还没去美国之前 先公布了台积电的矽光子平台 就公布出来 那蒋上益先生 他跟你讲说 我们是做封装代工的 封测代工的 还包含了 各位有没有发觉 红海大会的时候 这个刘安威董事长讲的话 各位要听得懂 他说那个晶圆厂那么多 我不知道要干嘛 但是他跟印度的塔塔 是要合作封测厂 好 我们刚刚讲的是 光通讯的原理 我问你说台湾的厂商 又是在哪里 金子老师告诉我是 矽光子 我们从光通讯跟矽光子 来交股票 OK 好 这个最重要的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常常跟各位讲说 你宁可在天龙族里面 选老妖 现在光通讯真的是 非常非常夯的一个情况 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上面 先来看一下好了 以今天来说 今天可以说是最快速的 我们先讲3363的上权 那么很多人说3363的上权 基本上来说 好像没有赚到钱 可是各位注意到一件事 我刚才第一件提到 刘德英先生 为什么台积舰派200人跟这个 派100人跟上权200人来合作呢 其实这里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光荣街数 光鲜荣街数 那么光鲜荣街数呢 就是刚才我们看到那个所谓的 可扣沃子载板里面 如果那个光鲜断掉了 整个晶片丢掉了 很贵耶 祝华那个1B100 A100一片70万 可是呢 上权有这种特别的技术 可以把它重新连接起来 所以这些全部做断了 人家一口气赔70万 他可以把它接回来 所以基本上来说的话 为什么台积电会跟他合作 你不要看他现在没有赚钱 我常常讲一句话 五年前我们看 加登也没有赚钱 跟台积电合作之后 现在四百块 甚至以前七十块 会更低的价钱 现在一百 所以人家涨有道理的 可是他已经是历史新高 如果我看好他 又觉得他好高 这种股票 我要怎么去卡位 不见长黑不回头 而且最重要是说光鲜产业 假如没有全面喷出的时候 各位注意到 一个最好的产业 大家都有在接地府的勇气 怎么没有想到说 我刚才讲过 天龙国里面 哪一个先休息 各位看到昨天的 我们来把它稍微放大一点 昨天很多人说上影线很多 上影线很多 两个解释 一个是有人卖 一个是说 有人愿意去用上影线去买 所以今天顺着五日均线 又往上攻击 而且我们说过 今天他有事件 他有熊本厂的建立 有刘德英先生的建立 熊本厂要做什么 也是要做封抓 所以七字真言 无见长黑不回头 我们再回到那张字卡 上全我们再提一档 来跟大家讲 他的题材跟操作 我们今天从4908的潜顶 再来跟各位来做报告 那么潜顶原则上 今天也是攻上涨停板 为什么呢 来各位注意一下下 来这几个数字 应该看到了吧 那么过年以前 潜顶先涨 所以潜顶已经来到 所谓的四十四倍了 那时候讯新才在四十倍 后来讯新涨上去 讯新现在比潜顶更高 我现在讲的是 今年的方式去计算 你可以把它打个七五折 所以其实今天 潜顶会涨上来 我们说过 今天其实大家都在讲技术面 我在讲的是基本面 如果潜顶跟这个讯新比的话 潜顶比较便宜 这是第一个重点 第二个 如果我们讲光纤这个部分的话 潜顶比这个所谓的讯新 然后早就已经打入日本市场 甚至所谓的光收发模组 光前段都是由他做 我们再看三四五零的联军好了 因为我现在列的是有赚钱的 联军这几年没有赚到钱 当时联军跟潜顶两个打进 那么日本的新干线 现在他很喜欢做日本新干线是用光纤的 那么联军做的是后段的封装 跟所谓的光收发模组的部分 不过这一次呢 中国大陆有点名到 联军的客户叫做科西伦 说未来科西伦很可能就是这个光纤 最大的受益 所以事实上来讲的话 今天大家觉得潜顶涨停板 我认为第一个如果你纯粹就光通讯 这三个字来看的话 联军跟潜顶甚至3163的波罗威 我最后只能讲波罗威了 为什么还是刚才那句老话 你在大安区里面找那个最便宜的那一件 可能你也会觉得比较心安 你不能说他本益比低我就买 本益比低如果说他都不会涨 我们说实话一点 航运股你这样子买来买去 好像这个人生就有点浪费了 那么就买到最后就很晕船 但是各位他就算走得慢 他只有14倍的本益比 尤其是有一个叫光交换染香 那个是波罗威最重要的一个产品 所以未来走光纤的时候 波罗威本来就站在最大的一个前端 而且现在的所谓这个细光纸 真的是很多光纤公司都可以转过去做 只是波罗威一直都没有表态而已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我们刚才也提过这个光盛比较滑行光 除了这张之外 来下一页再帮我们找出一档来教训 这里面来讲的话 就跟刚才这个民感有点类似了 那里面来讲 我直接就说3025的星通了 那么星通第一个 各位注意到 现在要拼这个所谓光通讯 大家都不用管它 直接问问看天上那个马斯克答不答应 比较快一点 所以走卫星通讯是最快的 那么走卫星通讯来说的话 各位可以看得出来 第一个星通本身就是卫星通讯里面 那么台湾的一个重大的供应厂商 第二个上个月的营收 年成长一倍多 所以整理完之后呢 它又有所谓光通讯本身的一个题材 又有本身来讲的话 它也是转做细光子里面的一部分 所以可以说是轻薄短小 那么很有机会往上来做一个上涨 很多网通走得比较慢 它走得比较快 那原则上来说的话 就是细光子里面 像这个第一个 我看看联军 看看波罗威 看看潜顶 这个比较便宜 那光剩现在不便宜了 所以今天没办法推荐 所以原则上可以从这个方式来做选择 谢谢静哲老师 请先回座了 这是接下来 我们说先进风中 来到了细光子 然后来到了光通讯 今天脉络告诉你了 怎么选股操作策略 一并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都说明天是元宵节了 也因此 今天我们要应景一下 来猜猜灯明 第一个 有一些些的股市的名称 大家拿来猜灯明之外 我们也要告诉你 到底下个礼拜 怎么延续元宵节行情 休息一下 稍后跟来宾一起来猜灯明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全球最新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